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制作的器物 它兼备黄虎的实用性 和美观的工艺性 我们都说 百里千刀一斤漆 意思就是说 走百里路 割千刀 才能收到一斤的漆 一件漆漆的完成 要经历几十道 甚至上百道的工艺流程 它的工期短则百天 长则几年 其实以前在闽南 漆是很生活化的 因为闽南的气候很潮湿 漆呢 有很好的防护 防住防潮和坚固的作用 所以在闽南呢 大到防粮 小到木碗 基本都是有木皆漆的一个状态 现在的漆益 顾示了很多实用性的功能 所以我们正在让漆 以生活进行更多的结果 让漆绽放更丰盛的生命力 这个是我们和红旗轿车共同研发的 红旗L5国宾车的室内装饰 第一步是笔胎 我们要将笔胎打磨平整 经过粗 中 细 十几道 花灰打磨 才能让它们更好的结合 第二步就是纹饰的部分了 我将大漆以一种天然的颜料调和 让它仿佛在空中滴落 形成一种深深不息 浩瀚无边的纹饰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纹饰上善落水 之后的推光是为了唤醒漆世的精气神 我们要身心合一 用温润的手来推光打磨海青五次以上 最后一步就是太漆 但经过百天后 漆的本身就会生花出来 显得通透光明 这种漆域与工业汽车的突破性结合 就是我们漆域生活化的一种传承实践 作为一个漆匠 我认为让漆域融以百业 回归时代 照顾社会 走进生活 是我们传承已实践的永恒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